該總言人說認證制度每年實施 有一年的環窮時間 現在二空二五年正式開始 有認證的言人說 會有學家的標示 到時 如果機車跟言人說不認證 上官就可以發一千八百塊 臺灣有機車公告名聲 很多人扣機車出門上下班 不過有很多人改正排氣候地塑膠瓶 環境部宣佈要推動改正排氣候 進行制度六四關頭管理 每年實施有一年完成期 現在後年正值正路 未來該總機車白氣候無定期 會發九百九千八 環境部宣佈該總排氣候是釣拆不釣拆 現在制度機車白氣候設備便經 只規定排氣的角度和管道 新制度正路後白氣候設備 便經要經過合法業這些辦理 經過公路鑑理機關 檢驗合計 辦理便經定期在流行前的白氣候 公路鑑理機關 照合計標示 這日目前已經改正白氣候車子 環保室有今年完全會頭措施 專在國內環保局 明年協助措音檢驗 機車若檢驗合計等辦理便經定期 不過後年開始改正車 就要自費上試檢驗來檢驗 民眾法曉政府一家駛操音車 環保室表示一百十四年新增進路後 機車改正白氣候 既然在路邊零零零零 發行部進行 臺性通報到通報相關發清白 後續檢驗不合計 還依照出現犯發清白到三千人 既然總合報道